瑞典在原屋的力度上早已遥遥领先许多北约国家 而且瑞典是真的守信 据法新社9月14日的报道 瑞典国防大臣波尔荣松表示 乌克兰飞行员已经完成驾驶英诗战机的初次训练 下一步瑞典方面将考虑是否向乌克兰捐赠一部分英诗战机 火力军甚至觉得以瑞典原屋的积极性 不排除英诗比F16更早进入乌克兰 另外据瑞典空军之前的演习数据表明 六架英诗驿战机就可以覆盖半个瑞典 其性能可能比F16还强 那它的详细数据如何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70年代后期 美苏争霸愈演愈烈 北约和华约战斗机时不时进入瑞典领空 迫使瑞典空军战机频繁升空拦截 但在当时美苏军已装备第四代战斗机 就连同属欧洲阵营的法国和欧洲战机财团 也各自制造了阵风和台风战机 而瑞典空军却仅有萨伯三七雷势这一种现代化战机 所有的对地攻击防空及侦察任务 都是由三种不同的萨伯三七衍生型来完成 这让瑞典空军倍感压力 因此瑞典空军开始积极寻求 可对标F1516苏27等先进机型的国土防御型战机 同时要具备制空优势 可有效驱离外国飞机 由于地理位置原因 瑞典距离苏联最近处仅200公里 距北约国家更近 这意味着只需要一款轻型战机即可满足需求 所以萨伯公司根据瑞典空军的实际需求 并按照一机多用设计要求 开始研发英师战机 其原型机于1988年首飞成功 量产型于1996年开始列装瑞典空军 并被命名为JAS-39 英文字母分别代表着战斗 攻击 侦察 是一款典型的多功能四代半战机 随后萨伯公司将原先的JAS-39进行了整体强化 包括航电 机身结构 发动机皆进行更新 其与基本型最大区别是额外增加了软管给油方式的空中加油装置 进一步提升了该型战斗机的整体性能 这种新机型称为JAS-39 CD 再之后 为迎合国际市场需求 萨伯公司提出了下一代英师计划 旨在打造一款通用型空中作战平台 可根据不同需求加装不同载荷 在2007年巴黎航展上 萨伯公司公开下一代英师设计方案 宣布将从航电 雷达 动力和结构等方面 对该型战斗机进行全面升级 到了2008年5月 验证机JAS-39 DEMO首飞成功 而今 萨伯公司在历经10年的不懈努力下 下一代英师的蓝图终于变成了现实 按照瑞典空军的编号序列 该机型被命名为JAS-39EF型 那该型号战机的作战性能如何呢 制造英师战机时的主要假想敌是苏-27战机 因此 自设计之初 英师战机便强调拥有出色的机动性能 在气动外形上 英师借鉴了萨伯三七雷式战机的气动布局 采用近距偶合式压翼和三角翼气动布局 这种布局可以使主翼上方在飞行过程中产生涡流 从而提高失速营角 能够有效降低飞行在俯冲时发生失速的可能性 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飞机稳定性降低 在整体结构上 英师战机广泛使用了复合材料 其主翼和前翼的后掠角分别为45度和43度 无水平尾翼 它的起落架设计也称得上独具匠心 前三点式起落架可以收入机舱中 而转向起落架则可以向后收入机身下部 整体看上去机身给人一种小巧的感觉 其早期型号机身长14.1米 翼展8.4米高4.5米 空重6.7吨 最大起飞重量14吨 是一款经典的轻型战机 要说英师战机有什么突出的特点 那绝对是它的短距起降功能 因为当时的瑞典处于北约和华约两大组织的前线 一旦爆发战争很可能会受到突袭 所以瑞典机场分部十分分散 机库一般也修建在隐秘的地方 而为了在战争来临时 不受环境因素影响而发挥最大战力 瑞典军方便要求英师战机 必须具备在高速公路上起飞的能力 不能出现二战时因跑道被炸毁 大批战机无法起飞的情况发生 而英师的制造商萨博公司 其实一直很注重这方面的设计 如萨博三七战机就安装了 可以缩短其起飞前所需跑道长度的逆向喷气装置 仅仅只需500米就可以成功起飞 而英师战机所需的跑道距离虽然是700米 但它的重量比萨博三七要轻4吨左右 这就意味着英师战机对跑道的质量要求不高 选择面更大 而不是像萨博三七一样 选择在高速公路上降落时 还要提前通知地面工作人员 对道路进行补强修复 在动力系统上 由于英师的整体尺寸较小 所以它没有采用单台大推力涡扇发动机 也没有采用两台中等推力涡扇发动机 而是采用了一台沃尔沃公司的RM12涡扇发动机 这是美国通用公司的F404的改良型号 该型发动机采用了镍合金环状燃烧室 普通情况下最大军用推力为49千牛 燃烧室启动后最高可达79千牛 在RM12发动机的帮助下 英师战机的最大时速可达2450千米每小时 巡航速度可达1160千米每小时 虽然比不上F16等顶级战机 但首位瑞典领土还是足够的 从整体性能上看 RM12涡扇发动机与JS39战机非常搭配 在这些年的对外公开展示中 我们可以看到 英师战机优秀的机动性 但在经过萨博公司的技术改造后 英师E的战机空重 由原来6.7吨增加到了8吨 战机最大起飞重量也由14吨增加到16.5吨 所以为了补偿增加的重量和保持最初的飞行性能 英师E战机就换装了与超级大黄蜂同款的F414G型涡扇发动机 相比RM12发动机 F414G发动机不仅在推力上提升了25%左右 而且技术可靠性更高 甚至换装了F414G发动机后 英师E战机还具备了超音速巡航能力 当然 在对机体实施技术改进的同时 英师E的武器系统也有所改进 它的外挂架较老式CD型号的8个增加到10个 机身下方安装了4个外挂架 其中一个用于挂载电子站吊舱 机翼下方4个 翼端下方2个 英师E一共可携带6吨弹药 并保留了一门27毫米毛色自动航跑 弹药基数120发 为了保持攻击地面 空中和水面目标的作战能力 英师系列的战机能配备北约各种空射弹药 如在针对水面目标时 英师战机能携带萨伯的RBS-15导弹 该导弹是亚音速的 飞行距离可达250公里 它具有非常高的机动性 重达200公斤的HE爆破和欲破片弹头 能对排水量高达5000吨的传播造成致命威胁 而为了打击空中目标 英师战机配备了瑞典国产和国外生产的空空导弹 其中包括6枚AM-9L和Iris-T等型号近距空空导弹 以及AM-12或米卡中距空空导弹 当然 军援乌克兰的KEPD-350导弹也整合了在英师战斗机上 这是由德国和瑞典制造的空射巡航导弹 其采用尼宗技术射程超过500公里 该弹由涡轮扇发动机提供动力 最高飞行速度达到1马赫 500公斤级的弹头能针对加固碉堡 机场 桥梁 弹药库与指挥等目标实施打击 此外 英师翼机翼下方的4个挂架还可以携带非制导炸弹 如可携带8枚MK82常规炸弹 4枚GBO-12保时录R激光制导炸弹 或2枚BK-90极数炸弹 可根据任务的不同 携带不同的精确制导炸弹 或者超视距导弹 相当于强化了英师战机的多任务作战能力 而这样的豪华武器配置 放眼全球也都是顶级的存在 但要说英师翼最大的改进地方 应该是它的航电设备 其性能已与F16EF相当 要知道在现在战争中 完备武器系统只有搭配先进的航电设备 才能发挥战机的全部战力 为了让英师翼在21世纪 具备更加强大的空对空和空对地优势 萨博公司不仅收购了爱立信微波系统公司 为其研制了PS05A MK5NORA功能脉冲雷达 还让塞莱克斯公司为其制造了 ES05度压性雷达 前者是英师战机有史以来 使用最强大的一种雷达 且体积较小 在它的帮助下 英师战机在空战和空对地任务中 获得良好的攻击条件 如在空战中 该雷达系统有能力在远距离跟踪多个目标 在目标接近到一定范围时 可以快速将其锁定 并控制基载武器进行攻击 在执行对地打击任务时 该雷达系统又可以在探测地面 海面敌方单位的同时 绘制出高分辨率的战场地图 从而帮助英师战机精准打击目标 而后者ES05雷达 重215公斤 其最大的特点 就是采用了旋转斜盘设计 增大了天线的作用范围 解决了传统相控阵雷达 视野狭窄的问题 能为飞行员提供更大范围的 态势感知能力 配合上D80中央电脑系统 和EP17座舱电子显示系统 足以让英师E在区域性作战中 取得大优势 而且从技术发展来看 AESA雷达可以利用天线 作为战机之间的 数字式信息交换的手段 ES05雷达自然也不例外 因此对英师E来说 它可以借助雷达探测目标 通过数字方式将信息 传输给其他的英师E战机 事后者在无需开启 自身雷达的情况下 掌握空中态势 从而增加自身的隐身效果 提高了其在作战中 取得成功的概率 简单理解就是 大家可以将单独一架 英师E战机 当作一架迷你的AWACS战机 它可以将探测到的多个目标 和获得的SAR图像 传送给其他战机 此外 与英师CD型号相比 英师E有一个明显不同之处 是在封挡前部 安装了一个RST传感器 这将是英师系列战斗机 首次采用无源红外探测系统 SKYWARD-G系统 由红外探测传感器和信息处理器组成 前者安装在座舱封挡前部的整流罩内 后者安装在前机身的电子设备舱内 整个系统的重量不超过40公斤 借助这新型红外传感器 英师E战机可以在作战行动中保持隐身状态 获得战术优势 从而提高作战飞机平台的性能 在对空模式下 即使不启动ES05雷达 SKYWARD-G系统就能为英师E战机提供一种远距探测 和跟踪潜在空中目标的手段 在对地模式下 它可以执行多目标获取和识别任务 同时还能在夜晚或不良气象条件下 作为一种辅助导航和着陆的设备使用 而从机载传感器融合方面来看 SKYWARD-G系统可以为ES05雷达 提供十分精确的目标方位角和复杨角 后者可以利用瞬间控制波数的能力 将辐射功率集中于某一空域 从而增加探测和跟踪低可探测性目标的概率 影师E的打击效率和生存能力就有了极大的提升 而且该系统作为一种无源传感器 在探测目标时 它虽然无法给出确切的距离数据 但却可以实现动态测距 即英师E战机在执行一个迂回机动时 可以通过改变相对于目标的方位角 或者让两架英师E通过雷达的发射机辅助装置数据链 利用ARIS-T对目标进行三角测量测距 总之 如果说AESA技术可以让英师E眼观六路的话 那采用全新的ARIS-T传感器 将会令英师E明察秋毫 除此之外英师E战机还搭载了 新型导弹告警系统和敌我识别系统 虽然迄今为止 英师战机还没能获得在实战中证明自己的机会 但是在多次军事演习中都取得了不错成绩 而且现在机会不是已经来了吗 援助乌克兰将成为英师战机最佳的表演舞台 好了 关于这位欧洲守护神 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在乌克兰战场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